优美动人的舞蹈 时而温柔婉约 时而俏皮逗趣 第九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 以剧目技巧组合 展现中国古典舞之美 中国古典舞给一个女性的修饰 和她的这种内在的美 她不是从外在的表现 和精紧完成动作上 她一定要有从内心世界的这种 反应到肢体上 特别是有一些演员非常细腻 她对一些音乐的处理 她的一个眼神 她的一个回眸 她都有她的处理 三分钟里面很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 她的情绪的跌宕起伏 这一届的选手都很年轻 特别是青年组来讲 她都很年轻的选手 但是他们在诠释人物方面 其实是很成熟的 把握着人物的内心 把握着人物的特性特点 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 就是能做到这样 我觉得是很不错 比赛分为独舞 双人舞和三人舞 选手年龄需在13到40岁之间 分成初赛 复赛与决赛 并划分为青年男女组 与少年男女组 四个主别 各主别将评选出金奖一名 奖金高达1万美元 古代女子应该是那种 很含蓄 婉约 温柔的感觉 然后就是通过学习古典文化吧 然后从中也对我跳舞很有启发 就是知道应该要怎么样 去表现一个古代女子 我就是一点一点去琢磨 然后去想说 电小就像我们平常生活的 只有我放在舞台 把它更大化 就是把它表演放大了 他们的那种简单当中 透着一种纯净和干净 因为它没有跟着 现代社会的这种潮流走 他们会规规矩矩的成长 而且当它的技术 一旦成熟以后 精神层面的这种体现 或者对社会的这种表达 作为艺术来说 那我相信会吸引非常非常多的观众 因为太难看到了现在 受疫情影响 原定六月于台湾举办的 亚太区出赛 该以影片预选方式进行 7月12号截止收件 入围者将有机会到纽约 参加复赛和决赛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赛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